提前枪 过点 提前枪还行 埋掉一个 听到脚步声 再打第二个 取声学来很残了 换喷子 是的 静点博弈 哎呀 我觉得还是稍微处理的急了一些 他没听到脚步吗 不是 他是他的视角一直都是在 左侧 对 左侧 他没有太往右边去管 而且旋子的侧身枪线的 及时啊 就是还没有 还没有压过来 说白了就是 你不打残 不应该持续进攻了呀 你可以稍微加一下嘛 就数那个坡底不好吗 嗯 上面还有围墙 他肯定是翻不过来的呀 是的 等个两秒钟 小玄子就到位了 身上没有任何的道具 洗头 这个好准啊 全息在一个小的一个窗口角落边缘位置 把视角洗头洗掉了 你去走的话 crazy要让小路直接前点 要扫一波不带定的砰 把这个车 这个真没办法啊 因为 两把都死在车上了 那这一把好不容易逮到机会 肯定是不会想放stg跑的 对的 stg 先走 还是不走啊 从地形和目前这个局势上来看是要走的 这不走没得玩啊 你强行跟form换 因为分数本来就比他们高 来 看i7进攻stg 道具先爆闪 但是波波的那个枪线直驾正门 这位置本身就不好打 因为教堂里面一些掩体还是比较复杂的 很容易就会打一个夹角枪线 你手的排点就排不干净 波波 哦 monster一个雷直接 波波给炸倒了 这个雷炸倒了 12月通过这个小的 一个低点位置 将monster击倒 指挥 别着急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能创造吗 最后愚人 顶住压力 队友倒下之后也是报了个信息啊 所以直接给了一个 育苗头部的点位 感觉stg踢早下班 对对对 今天最后把也是踢早下班了 这样的话现在分叉很可能会被逐渐 这个扩大呀 天路今天在联局上面的手感还是挺不错的 是的 所有信息都是被天路所掌控 一颗提前雷 小C炸倒了阿同木 阿同克斯出枪 真的上野被打掉了 只剩下高点去架枪的骄阳 啊出大事啊这个 呃这一波主要是骄阳不好架 因为他们主要是用投掷的两颗雷 两颗两颗 跟smallcc同时扔了一个预判雷 对 炸了一个炸残一个 翻窗进去直接摆给一个 然后艾特克斯又接了一个 我这一波天路直接爆炸了 嗯 反正从上帝世界上来看 我觉得我们拿跑道的机率会更大一点 对对对 这也是刚刚我们俩第一开始的这个 想法 对想法 但是他这边因为毕竟没有扎到这个防徐的内部啊 所以侧阵的角度压力还是很大的 是吧 跑在这头顶上面有一个小走的枪线 而另一边这个是sms呢 呃接了一波hqhq也去扎那个坑了 零术 零术现在应该是挂着边 应该是跟查理丽是对位的 对的 他的作用是一样的 看到了查理丽无掩体 这个没办法 这个高打敌虽然说零术在个低点 但是他毕竟是有个大石头做掩体 是的 查理丽是一个全身位露出来 被零术轻松收下了 他听到脚步直接打了一波提前枪 是的 而且崔奇奥被原点愚人给击倒 这个奇奥给了天霸 天霸就会一波推进了 长龙换了686 位置已经锁死了 嗯 长龙选择主动出阶 打药刚才一转 686直接就开补 狗打两半 一发一个 枪管直接给七七跟泡泡打懵了 长龙选择跑位 绝对出枪了 差一点 直接打窗口问题不大 上车点被架住了 是的 就是原点安心一直在限制 是Pero 嗯 天霸知道长龙倒了 就在这个防区当中还是马云龙 马云龙的位置也已经被点出来 打头皮 没问题 两个人 天霸的车放到哪里了 Pero 但是 对的 主要是他 也不好再往里扎了 是的 十七上一波是什么情况 目前是只剩两个人 可能是竞选过程当中啊 是被夹下了两个 嗯 而且从十七这个还是很多啊 是个你很难 去抵挡 再来一刻了就在脚下啊 一类双翔 前面不是说 换神的背景不是 很乐观 来了 来背景吧 哎两个包一铁 是的 而那里面悟空从跑到出来之后要 贴到了 DT的反坡 不良血量很残啊 刚刚打到 投资物的这个精神度啊 就拿着在他的手上了 嗯 呃 前面有讲过 车是利用不了了 太慢了这个车速 你从坡里边再起步 声音 你W键一按的话 大家就可以提前预防了 看NewHappy NewHappy现在还找机会去K这一分 NewHappy目前的分差是越拉越大 和第二名的距离已经散开了 20分的优势 是的 昨天的时候还有一度是有一个落后的情况 没错 目前分数又追回来了 不好打 蓝圈来了 这肯定是扛不住 DTT也是成功手下 17应该是选择不会再给分了 嗯 他的信息被CCG和NewHappy是捕捉的死死的 前面到达那个反坡之前呢就直接被扫了一波 CCG开始慢慢吃分吃上来了 导致你不可能 所有前8队伍都在吃分这是不现实的 对的 其实今天啊 这个头部队伍NewHappy打的是比较稳健的 而且他场均分是比较高的 那在中部的队伍当中其实发挥最好的我个人还是会觉得CCG打得比较的好 今天CCG呢也是吃过鸡鸡啊 就有些特定的圈行他们也能推得起来 嗯 你想开始之前他们第一天打完这个分数是非常低的 好的 DDT在长条房 接了一波五分的团 但是圈刷走之后 这种大的过点根本玩不了 嗯 小鹿这个远点抽把还是很准 哎 分数据拿下目前 FM是来到6个淘汰 目前跟NewHappy依旧是有 呃 19分的分差 但是已经反 CCG直接呢 把三场给拿了吧 另外的一个反坡和HQ 马路相忘 但是忘记了后面还有个NewHappy吗 这把CTG肯定没得完了呀 哎没得完 NewHappy那边不吃压力啊 他现在HQ都有点勉强 只能稍微特抽 对我有道具啊 HQ有道具 这个NewHappy放了一线烟 在想要先把这个白龙马这个攻势给他排掉 呃远点CTG的出枪 皮肯男直接被放倒 Sofia的血量也不是很高 炸倒了炸倒了 白龙马已经被击倒 还剩小铜 直接被补掉 太难打了 这种位置太自闭了 NewHappy是利用了大量的这个投注啊 去拿 而且北边的分数在这个阶段还是会互相去消耗掉 小孩又抽掉一个 HQ现在虽然说顶到了前面的反坡 但是一定得要注意 话刚说完 连续的击倒 因为这个厕所呢 对于 这个北边来说算是个制高点了 对 很高 直到 Fuyan Bebe的枪线 是的 这把NewHappy啊 我觉得吃鸡系数有点难 但是淘汰兽应该是没啥问题 他会在这一局创造奇迹吗 鱼人 直接开始飞了 鱼人节 这个没办法 还剩四只队伍 两只满边 炸的一个ZYY 换神 封一个过点烟吗 先给一包道具 上海性道具先给上 过点烟没有封起来 天天的圆点的连聚啊 周平直接被放的 但是可以服 这个如果想潜点的话 必须得在马路 但是Fuyan Bebe这边也可以看啊 Fuyan Bebe这是个制高点了 他场上已经完全铺开了 只要防区没什么限制 哎 刚说完 Fly也太准了 给Summer直接击倒 这波Summer也是很没啊 这个没办法 那场上唯一满边就是 装上梅花装的话 四个队伍的命运 其实差不太多 只是Fuyan Bebe有高点 他能抽吧 对 包括CDG 有个反坡能利用 主要还是得要看 就因为你8缩9还是有段时间啊 看8阶段有没有地方可以去踩 牛海比就是没办法 就是投之物 就没投之物一点办法没有 反坡因为他是没有车的 他必须得要等到 HQ这边没了之后 他才会有下一步的一个跑位动作 与此同时呢 他还可以一会儿 出其不意的给到CTG一些压力 是的 再来一颗雷 幻神一边炸倒了 反而是HQ风了也选了 直接反扑 主动出击 是的 来啦 转起来喽 CYY 8个淘汰 HQ HQ在常规赛 老海 慢慢摸进来 哎 没看到 正面 小海来了 大一个被刺 他像一个刺客一样 张金海 家被偷了 这个是 这个我觉得就是源于 之前要让一波大栓 打了弗莱颖 是 然后CTG就扶人了 小海 再次发力 弗莱颖被放倒 这波小海 但是HQ直接架住了一个门口的位置 感觉这波小海应该是尽力了 打了两个 但是鱿鱼圈也缩过来了 所以CTG这边的话也没有办法 救不了了 救不了了 赶紧开车回吧 就耽误了太多时间 反正现在是 一样有点被限制住了 吃了枪头 血量很残 赶紧开车跟小鹿汇合 这波鱿鱼有这个 拉到木房的动作 所以HQ也是成功的过了马路 挺不容易的 是的 最后二打二 扶AM和HQ 梅花庄的位置都差不多 但是HQ这边有应的 HQ就很难操作了 对呀 你一出来 蓝军一逼你 你不就相当于贵了 来啦 这时候拼对枪啊 小鹿 一打一 打四叶 二打一 现在是一打一 但是最后四叶顶